好, 讓我來看看 鯪魚球平時用果皮很正常 但是加上檸檬葉 味道會很濃郁嗎? 你有所不知, 不是加在一起 是做另一款 兩款嗎? 是用檸檬葉 為什麼這麼有趣, 加上檸檬葉? 加寬在小的時候, 有挑剔的 他說果皮的鯪魚球習慣吃了 他找檸檬葉, 說檸檬葉有新鮮和香味 現在是檸檬葉, 我們很不喜歡 攪拌這些東西 你切得這麼高, 你也說不喜歡 你說我們不喜歡, 我們根本不會切 不, 一定要油, 油的味道才會香 好, 我就放果皮 我喜歡重味, 全部加了 對, 重味淡, 檸檬葉, 不要太多 不要, 加蝦米 你加我也加, 我加蝦米 切得真的夠融 然後鹽, 少許生粉 少許水, 適量, 最主要的膽子 是什麼呢? 油 攪拌至油和水混合 開始黏著就行了 不用太大力, 會飛出來了 你感覺到的越搭越濃 最重要是同一個方向 對, 向左就左, 向右就右 不要說一會兒就右, 一會兒就左 就永遠都撒不住了 現在綠碗糖, 搓到起膠, 張手 你感覺到是韌的就行了 魚肉就做好了, 現在做好就夠了 不用太大顆 因為炸起來都容易熟 而且如果太大, 裡面還沒熟 外面的米就焦掉了 是 這個菜, 為什麼會想到拿米呢? 脆的, 香厚 好, 綠米 你表演 我第一次而已 米先洗乾淨, 浸一浸水 然後晾乾它 這些米已經處理過了? 對 不用, 會很骯髒, 大哥 輕輕, 給你一點力 壓一下, 讓它黏緊一點 盡量黏滿它 而且要均勻 是 千萬不要太厚 你認為可以, 就放我 好 小心 好嗎? 知道 不要讓它黏黏, 撥一撥 收藏這個縫 是不是很漂亮? 是不是米呢? 你浸過, 一來怕髒 要你浸過, 鬆脆一點 鬆脆一點 炸起來也應該是… 是 差不多, 動一下它看著 找東西繞一繞, 看 如果米不熟, 炸得不熟, 會怎樣? 是, 硬牙的 很多炸的食物, 翻炸會特別脆 這個要不要嗎? 但是這個是鯪魚肉 是 外面是米通, 如果翻炸 米通變成硬和硬, 裡面是硬的 你不信, 你找你教阿菲 我相信… 你一聽完解釋得非常清楚 開猛火, 馬上去罵 米通顯介鯪魚球 大功告成